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隨著英國的歸隊 在外交政策上逐漸靠攏美國 就使得中英關係日趨惡劣 而根據多份英國的媒體 包括《太陽時報》和《每日電訊報》 都分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說英國外相藍韜文 很有可能會在今天的英國下議院會議 宣布終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實情香港原本與19個國家 簽訂了相關協議 而較早前 加拿大、澳洲和芬蘭 已經先後取消了引渡的安排 若然英國也跟隨 即是與香港簽訂了有效的 引渡協議的國家數字 就只剩15個 而且還會進一步縮減 因為另外兩個五眼聯盟國家 分別是美國和紐西蘭 目前還未開聲說要取消 但大家都預計到 肯定都會逐一跟隨 到時會剩下什麼國家 與香港有引渡的安排呢 例如是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南非和菲律賓等等 真是足夠國際化 接下來再說一下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 在接受BBC訪問的時候 他對英國有所警告 他說如果英國決定終止引渡條約 甚至打算制裁中方官員的話 簡直是錯了 他警告英國不要什麼都附和美國 若然英國真的要制裁任何一名中方官員的話 中方一定會堅決回應 他還警告說你已經看到在美國發生的事 美國制裁中國的官員 中國便會制裁他們的議員和官員 劉曉明說 不想看到中英之間發生這種針鋒相對的事情 他就說了中國的底線出來 即是說不要制裁官員 但現在英國暫時已經是2比0 兩連擊 英國首先放寬BNO的權利 可以讓BNO護照持有人 進去英國境內逗留足五年 以前是半年 放寬了逗留期限 第二 就是終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即是現在就算是2連擊也好 中國的底線就是不要制裁官員 一旦英國政府真的對大陸幹部實施制裁 這樣才會反擊 但英國外相南韜文也有說 他就說 不會草率地動用馬格尼茨基的修正案 來制裁大陸官員 喂 豈不是這些2比0 就是白書 因為英國人就很會玩政治 他明知道你 劉曉明大使說明了那條紅線 就是不要制裁大陸官員的時候 只要他不觸碰你這條紅線 那你都說他不長 正式是叫做 那他就繼續玩 BNO 或者是引渡協議那些 那你可以怎樣呢 另外大陸經常說有些什麼反制措施 究竟你有或沒有 是假裝神秘的 還是無計可思呢 較早之前 中國針對美國的所謂反制措施 其實都是禁止那些官員議員入境 以及要凍結他們在華資產 但是這些招數 對於那些人來說 沒有什麼震懾效力 當時你又說 對於英國 會採取一個果斷的反擊 若然制裁大陸官員的時候 到底有些什麼反制措施呢 是不是禁止中國人入境英國 還是怎樣呢 喂 這些招數似乎不行 因為美國說禁止中共黨員和家屬入境 都已經招惹到大陸的官方 那些媒體人士很大的反彈 包括這個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在那裡哭怕 喂 到底中國有些什麼符筆 是可以反制到英國呢 實情我相信廣大的市民 都很好奇想知道 因為你說得好像有 實情都不知道有還是沒有 因為很神秘 另外在較早之前 英國就正式宣佈了 因為安全的原因 宣佈禁止華為參與當地的5G網絡建設 並且還決定了要在2027年之前 拆除所有現有的華為設備 好了 而且在昨天 日經新聞還報導 說有英國官員跟日方的代表說 其實日本的NEC和富士通 都可能取代華為 下位英國建設5G網絡和供應相關的設備 日經就解釋 說英國這樣做 就是要為愛納遜和洛基亞引入競爭 以便提升成本效益 所以英國在這方面都很聰明 另外 根據《衛報》的報導 就說有英方官員私底下向華為解釋 放棄使用華為 無非是因為地緣政治因素 因為英國政府都受到美國政府的巨大壓力 我相信這個解釋也是正確的 因為 較早前已經有很多消息傳出過 美國政府其實是借著美英貿易談判 來向英國施壓 就是逼英國歸隊 終於成功了 而且在較早前 特朗普在一次演講當中 他自己都自爆 說他有向英國建議他們不要使用華為的設備 當然看你如何詮釋 究竟這是施壓 給建議 反正最終拍板都是禁用華為 但無論如何 現在英國決定不用了 又給予華為一個希望 根據《衛報》的報導所說 華為方面的理解是怎樣呢 目前英國禁用華為並非最終定案 假使特朗普在大選當中競逐連任失敗的話 華為在英國的發展還有一線生機 故此華為的管理層 都還在對外表示 期望英國政府可以重新考慮 實情這個希望是真希望還是假希望 純粹是拖自決 找個藉口來推躺中國 真是天曉得了 反正英國做這些事上來的時候 根本就做得非常流暢 第一個責任就是不在他 他說明是因為美國施壓 你有什麼就不要找他算帳 第二 他又能夠實踐到禁用華為這個決定 無論是他自己本身不想用也好 或是真的受到壓力不用也好 反正最終出來的客觀效果就是不用華為 第三 又可以拖自決 中國目前來到說 由於你認為還有一線生機的時候 你也不可以對英國來亂借他們 所以英國現在擔心大陸 至少到到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以前 大陸都不能再供應同一個議題 來向英國發作 因為還有一線生機 雖然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就著華為的議題就有話說 他就說英國禁止華為參見5G網絡就是英國黑暗的一天 想不到英國也有這個黑暗的一天 劉曉明還說英國拒絕華為等同於拒絕未來 將會喪失在多個領域成為領導者的機會 劉曉明還說英國是應該擁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而不是什麼都隨著美國起舞 我真是奇怪這個當中是什麼邏輯 首先第一點 5G網絡的設備現在都不是華為獨家 諾基亞和愛納信都已經有相關條件可以供應 另外劉曉明大使還說 拒絕華為等於拒絕未來 咦?這個就對了 可以作為全球的反制措施 若然有哪些國家是對中國不利的 下走去制裁中國的 就對了 禁止他們使用華為的5G設備 就是一個反制的選項 哪一個這麼差勁去針對中國的話 你就不要讓他用華為的設備 他就沒有了未來 因為拒絕華為就等於拒絕未來 不讓他用華為的設備 他就沒有了未來 我們現在又看看華為最新的版塊是怎樣的 全球十大經濟體當中 有哪些是有未來 哪些是沒有呢? 排第一的就是美國 他沒有未來 因為他禁用了華為很久了 排第二中國 前途無可限量 他有未來的 排第三是日本 他又沒有未來 禁用了 第四就是德國 他又有未來 因為德國總理默克爾 至今仍然是不肯去封殺華為 還非常歡迎德國的電訊商去採用 所以德國的未來就是 非常廣闊 排第五的就是印度 印度又沒有未來 因為根據最新的印度媒體的報導 就說印度政府方面懷疑 華為是有腦解的背景 故此可能是會封殺華為 一旦真的封殺的時候 就又沒有未來 因為這些是劉曉明大使說的 第六至十是分別哪些國家呢? 法國、英國、巴西、意大利和加拿大 英國、巴西和加拿大就已經沒有未來 都不用華為了 至於法國和意大利是怎樣呢? 前途也是有限 因為法國和意大利就說明 哪些已經在用華為 那就沒辦法了 但是未選定的電訊商就不用華為 即將來的就不用 你說還不是前途有限? 因為你用華為才有未來 劉曉明大使說拒絕華為就等於拒絕未來 說得真好,我都擇地有聲 好,這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